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张启腾 随着寒假以及农历春节的到来 搭乘公车的人数逐渐减少 台湾市政府交通局在考量公车 营运效率以及民众搭乘需求下 决定在2月1号到2月17号期间 调整部分的公车班次 请民众多加留意 一位一位的民众坐在公车站前等车 并井然有序的上车 而这样的画面对于许多公车族来说 一定不陌生 不过随着寒假以及农历春节的到来 搭乘公车的人数减少 因此桃园市政府交通局 也决定调整部分公车班次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 针对于春节期间的公车的部分 会做一些班次上的微调 那么在市区公车的部分 大概在小年夜的时候 就会以这个假日班次的来行驶 那如果是除夕一直到初五的话呢 就会以假日班次在减半的方式呢 来做一个行驶 那至于免八的部分呢 大部分的各区呢 都会行驶到这个小年夜来做行驶 那在除夕到这个初五的部分呢 是属于停时的 另外卢族区免费公车路线 因为寒假以及农历春节的通勤 通学需求较低 因此在兼顾公车营运效率 以及民众搭乘需求下 从即日起将调整公车行驶时刻表 并于二月十七号后 恢复一般行驶班表 针对于卢族区的一个免费公车呢 寒假期间呢 有建于有部分的路线 比如说L302的部分呢 它是有几个时刻呢 是针对于南美国小来做行驶的 所以说早上呢 六点二时或者是下午的 三点四时这样的一个 特殊需求的班次呢 就会做一个停时 那同样的 另外针对于这个光明国中 L331的部分呢 因为也是因为寒假的部分呢 所以也会全面性的来停时 那么等到这个开学前 三月十七二月十七号的时候呢 就会恢复整个行驶的一个供给 卢族区的免费公车 从即日起至二月十号 将以寒假班表提供接驳服务 并取消L302 L303 L306等路线的部分时段班次 另外L331A L331C L331D 将会暂停行驶 而春节假期免费公车也将暂停服务 要请民众多加留意 记者王中军团报道 您有收过停车费一缴通知信吗 目前全桃园市共有22万笔的停车费一缴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为了避免停车费一缴 产生行政资源耗费 因此率先全国在停车缴费单上 列印一缴退费的相关讯息 提醒车组扫描QR Code 查询一缴费用 您有看过这一张黄白相间的停车缴费单吗 根据桃园市政府交通局统计 目前全桃园市共有22万笔的停车费一缴 总金额高达865万元 而以往当民众一缴金额超过100元 交通局就会以信件通知车主退费 也造成行政资源的耗费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这边统计 我们总共有22万笔的停车费一缴 那一缴的金额高达865万元 那以往有一缴的状况 我们只要超过新台币100元 就会以行政文書的方式来通知车组 那每年大约有2800多件的这个一缴状况 那我们总共通知的车组油资耗费了 大概是17000多元 那为了避免日后长期 有这样子的行政资源的耗费 我们今天起主动在停车单上面 如果开单人员发现有一缴的状况PDA 我们直接会跟后段的系统连线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为了避免停车费一缴 产生行政资源耗费 因此透过调整停管收费资讯系统 与路边开单PDA连线 并于列印停车缴费单时 通步列印本车一缴请翻背面退费讯息 要提醒车组扫描QR Code查询一缴费用 缴费单上面的右上方 这边会有显示说本车一缴请翻背面退费 那翻背面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会有个QR Code 然后请车组就可以直接扫描QR Code 或上我们交通局的网站 就可以查询到说是否有一缴状况 那发现有一缴状况 也欢迎车组立刻跟我们交通局这边来申请退费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率先全国在停车缴费单上 列印本车一缴请翻背面退费讯息 不仅要提醒一缴的车组尽快前往交通局退费 同时民众如果有发现停车费一缴提醒 欢迎使用QR Code查询 并保障自身的权益 纪总之君谈不到 迎接新年许多人都会到庙里点灯祈福 巴德三员工今年把灯组大更新 为了防疫避免群聚风险 还推出了网路线上点灯 与超商奖费点分服务 希望借由方便的网路 让大家免出门就能完成点灯祈福 春节将至许多人都会到庙里点光明灯祈求 整年平安 但现在疫情紧张 来排队人及人恐怕会有群聚风险 因此巴德三员工今年特别推出网路线上点灯 以及通知单扫码快速点灯服务 只要过去存在三员工点灯 就会收到通知单 让民众免出门就能轻松点灯 那扫QR Code进去里面 它里面有包括你本人 或者是你家里面的每一个家属都在那里面 而且只有名字而已 那你可以直接勾选 那会把你这整个家里面呢 所有要点灯的整个总金额会秀出来 那你就直接拿你的手机直接到超商 扫描付现金点灯马上完成 不仅网络点灯超方便 今年主委特别将庙里的光明灯大更新 不仅可以用电脑查询点灯位置 连光明灯上面的个人资讯都电子化 其中最特别的就是文昌光明灯 还可以在上面秀出准考证号码 那这个文昌光明灯呢 比较特殊的地方 因为每一年家长们都会帮孩子 拿这个准考证放在桌上 那我呢觉得说这样子非常的凌乱 所以呢特别请这个电脑公司 把这个设计这个光明灯 文昌光明灯 除了有名字地址还有准考证号码 巴德三员工新年度的光明灯 已经开放登记点灯 配合防疫也呼吁民众 踊跃使用扫码与网络点灯服务 来庙里参拜时也请戴上口罩 入口会有专人协助消毒量体温 希望借由方便的网络提供大家便捷 免出门的多元祈福服务 记者赖伟一桃云报道 尽管疫情纷扰 让社区关怀据点与访试都被迫暂停 不过巴德广新社区发展协会 与双服基金会一同合作 联系陆军司令部营工队 帮忙修缮独居老人的房屋 也将目的的连菜与毛毯 资政给社区内的关怀个案 期盼大家能过个好年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 但社区关怀不能打烊 巴德广新社区发展协会 和双服基金会合作 在2号下午带着连菜和毛毯 关怀社区内弱势家庭和独居老人 希望大家都能过个好年 非常感谢双服基金会的单位 从外面募集的物资内 来连结广新社区 共同来发放我们低收入户 或者是边缘户 总共有十几位的这些弱势家庭 希望能够让他们在 COVID-19的这个时期 不要受到疫情的影响 还是要过一个新春的好年 不只是肚子要雇 也要照顾居家环境 社区内有位独居老人的房子 久未修缮 漏水避癌严重 于是协会将他的情形 转报给基金会 张请陆军司令部营工队 帮忙修复 让长辈能继续安心居住 那么今年刚好 也透过广新社区 连结到了其中一个弱势家户 并且协助他们做修缮 希望可以透过 陆军司令部专业的修缮 能够让个案 就是有更好的环境这样子 因为他可能是个人一个人住 长期住的关系 那他的墙壁呢 都其实是蛮斑驳的 那像我们跟灯具的部分 也有损坏 那我们去以我们现有的能量 去帮他做油漆粉刷 灯具的更换 还有以及门面的一些整理 那用我们军方能有的 一些专业的技能 来去帮助这些弱势的家庭 年关将至 协会希望透过这些关怀 让民众感受到来自社区的温暖 记者刘雨婷 桃源报导 桃源市政府消防局大林分队 被吸收益销团队以及副宣队人员 2月2号上午前往桃源区少年之家 并捐赠民生物资给青少年 在睡末寒冬以及防疫期间给予关怀 让更多民众感受社会的温暖 您有听说过少年之家吗 桃源市消防局大林分队 吸收益销以及副宣队人员 于2月2号上午前往桃源区少年之家 并捐赠民生物资给青少年 希望要在水末寒冬以及防疫期间给予温暖关怀 借此点亮青少年的未来 那我们这一次主要就是说 因为之前在防火宣导的时候 那有接触到少年之家这个团体 那也间接触到说 了解到他们说 因为在疫情的关系 他们在募资这一块 那目前就是比较困难影响到 那所以我们同仁回来之后 也召集了我们分队的益销 以及防宣姐妹们 那这些共同来出钱出力 那总共捐赠的物资 包含的一些民生物资 卫生棉这边 零零种种2万多块的一些民生物资 那我们也希望说 藉由这些物资来做 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动作 抗疫当前 那也能注重到 这些社会的一些弱势团体难 每年的岁末寒冬之际 桃园市消防局大林分队 都会前往各大社福机构寒冬送暖 而今年因为社福机构受到疫情冲击 因此消防局大林分队 以及易销透过捐赠卫生纸 沙拉油等民生物资给少年之家 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我们现在目前长时间长年的时间 住在一起的我们有38个 那外面有大概固定 从少年监狱出来 大概有300个家庭 是固定都要去访试 他们的就学就业 这些我们想说 照顾的一些孩子 比较是属于开始有一些偏差行为 那这个社会来讲 对这样的一个孩子 比较有一些社会刻板印象 那真的对我们来讲 也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接受这样的物质 那我想在孩子在生活上 在一些民生用品上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 桃圆市政府消防局大林分队 平时除了落实防火宣导 并且强化民众防灾观念 另外也结合易销与复宣队 共同帮助辖区内的弱势民众 而这次易销团队 投过捐赠民生物资 希望要让更多民众感受社会的温暖 记者王中军台报道 各位所有的乡亲朋友们 新年快乐 在这边祝福大家 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从税守到年终 耶和华的眼目 必看顾我们台湾 桃园 在最后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牛年平安健康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